现在离圣诞节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加拿大邮局已经在呼吁准备网购节日礼物的加拿大人提前购物 以避免遇到网购物品由于邮递业务节前太繁忙而被推迟递送的情况 在至顾客的一段视频中 加拿大邮务公司客户和营销总监哈特表示 许多零售商正在为提前购物做足准备 希望民众也能及早进行采购 而加拿大邮务公司也已做好准备 为应对这一极具挑战性的年份 加拿大邮务公司表示正扩大运作规模 包括增聘4000多名季节性员工 1000多辆汽车和额外的设备 以应对包裹数量的激增 加拿大邮务公司还将在全国许多社区增加周末投递业务 增加取舰地点并延长许多邮局的营业时间 同时改进其追踪技术 以便客户可以更好跟踪包裹的动态 今年加拿大和美国的零售商较早开始启动假日购物机 以部分弥补COVID-19造成的门店关闭 加拿大邮务公司正是因应这一形式而做出调整 加拿大邮务公司旗下的快递服务公司Purelator 还在多伦多和满地可繁忙的市区推出低速电动汽车 并在满地可使用载货电单车 同时还在满地可一个地铁站测试自助包裹出物柜 由于今年春天以来泛滥北美大陆的COVID-19病毒肺炎疫情 大量原本在实体商店购物的加拿大和美国消费者们改为网上购物 统计局的报告发现 今年2月至5月之间 由于封锁措施导致实体商店关门 零售总额下降了17.9% 但购物者们争先恐后的在网上购物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 5月份的电子商务销售额达到创纪录的39亿加元 比4月份增长2.3% 比2月份增长99.3% 与一年前相比 电子商务销售额增长了一倍以上 比2019年5月增加了110.8% 北美零售网站已纷纷提早开始今年的圣诞节购物季节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